万众期待的Proton S50就快要来啦 根据之前透露的信息 这款车将会在2023年9月份开始预订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这一个Proton S50就是Proton接下来的重头戏了 一辆C-Segment的Sedan 预计起步售价不会超过100千 这样子的售价真的是让人很心动 是一款CP值爆表的车 其实到目前为止 关于这辆车的穿文也不少 这辆车早前就被网友拍到了一张 在我们的马来西亚道路上进行的这个道路测试的照片 仔细看你会看到这个大径上有这个Ada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传感器 因此它很可能配备和这个X90同款的Level 2 Plus半自动驾驶辅助的系统 功能包括了带Stop&Go的主动定速巡航 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便利警示 前方碰撞预警和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其实第四代极力第好就是这个Proton X50的原型车 同样它也是采用和X50同款的这个BMF平台打造的车款 基本上车身尺码比B segment大 但是小于C segment的车型 而它的空间和已经停厂的Proton Privet接近 所以它被视为是Privet的继任车型 放眼望去 整个X50在市场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对手 价钱上它对手可以是Vios或者是City 空间的话勉强是可以和Civic比较啦 所以这个问题回到消费者的身上 空间比较小 但是价钱却便宜了一大截 你们可以接受吗 不妨留言让我知道 中国品牌就是财大气粗 总是能在配备上比B的对手给更多 更舍得给 这款车打的就是质感和配备 因此内装绝对是它的强项 数位化仪表 有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X50用着的那一款新的 还有这个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触屏主机 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应该是没有 因为这个就是Proton一贯的作风 就是不给你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可是据说它们这个主机应该是可以下载Apps的 所以不要那么快下定定论先 要等到它发布的时候用过了才知道 这个系统到底好不好用 然后这个电子手刹车也是一定有的 另外这款车的内饰也用了很多的软材质还有皮革 根据中国媒体的实拍 这款车的内装质感 可以说是超越同级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满足视觉系的消费者的需求 另外在大马版本和中国也会有不一样的引擎配置 中国市场的地豪采用的是1.5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本地市场则会升级成涡轮增压引擎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X50的引擎配置 分为MPI Turbo 还有TGDI这两款不一样的引擎配置 其实也有传闻指数 它将会使用中国极力地豪同款的1.5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12HP 峰值扭力147Nm 或许这样的举动是为了降低新车车架 但是如果Proton真的是要在马来西亚为这一款新的引擎 打造一条全新的生产线的话 成本也会很高 更不要说从中国进口 成本一样也是很高 因此原厂可能会用回目前这个1.5L的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会像X50一样分为MPI Turbo和TGDI两个版本 其中MPI Turbo最大马力为144HP 峰值扭力222Nm 至于TGDI的版本则为174HP 峰值扭力250Nm 这样既能兼顾成本 可是又有一个比较高动力的输出 但是也有这个消息指出 Proton会针对这一款车 推出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版本 以及这个纯电的版本 这个轻度混合的版本 马力更是会提升至187HP 这里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 或许这一具自然进气的引擎 会下放到最低配的版本 然后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版本 就是这个Middle Spec中配的版本 Hybrid就是这个最高配的版本 如果给你们选的话 哪一种引擎配置你比较喜欢呢 留言告诉我 外观的话 目前我们只能先参考这个渲染图 可以看到是已经换上了这一个 Infinite with Proton的家族式的水箱护罩的设计 但是这一次的伪装车真的是做得很严谨 说实话 真的是给我现场看的话 我也不一定能分得出分别 所以我们还是敬请期待这一款车的到来吧 最快应该9月就能订车了啦 喜欢这款车的朋友记得关注订阅我们 我们会第一时间和你分享这款车的所有消息 也帮我们分享还有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一次再见 Bye Bye